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本名阮金桃的一人海伦青桃控柱,昨天下午搭乘捷运时,遭一名男粉丝伸出钱猪手摸凶手臂,警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,今天上午涉案的郭信电脑工程师导案说明,向警方表示觉得他皮肤好,只是碰触右手臂讯后依性骚扰韩宋建方侦办。 警方表示,昨天下午5时27分许,海伦青桃从北市内湖区搭乘捷运文湖县,遇到南港展览馆站转大阪南县,但在文湖县时遇到一名年约50岁的男粉丝,当时因该男粉丝进一名幼童站部文主动上前协助,认为很有爱心,便主动上前聊天,双方相谈甚欢。 海伦青桃指控,两人抵达南港展览馆站要转大阪南县时,对方以皮肤很好为由,碰触胸部与右手臂,让他吓了一大跳,怒斥对方这样不行。 推着一只爱犬的海伦青桃随即搭乘电梯下楼转大阪南县,而该男粉丝则走楼梯下楼不欢而散。 海伦青桃随后向警方提告性骚扰,警方漏夜调阅监视器追查,约谈报案说明。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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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?